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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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讲到Ranking的Active Pressure 墙的背后是垂直的 然后填土 表面是平的 你会 慢慢慢慢的体会 我不曉得各位到现在也没体会到 我们在基础工程里面 不只是现在讲 将来后面一样 你慢慢去想 绝大部分我们用的东西 都是讲的力量 都是force 很少用到stress 想想看 那你看看我们 也就是说 你弄了半天 你在大医学的力学的基础就够用 是不是这样的 应用力学 连材料力学都没用到 材料力学讲的是硬力 硬力应变关系 慢慢去想这些问题 到底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 你从某些角度来看 我们在力学上的这个发展 实在是还很差 好了 因为我们真正要用的 如果用硬力来解的问题 是蛮复杂的 复杂到用硬力的观点来看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 只好又非常简化 所以各位如果不小心 你还记不记得 虽然我已经讲过了 再提醒你 ranking的理论 原来只适合墙是没有摩擦力的 如果墙的表面是 frictionless 没有摩擦力 然后回天土是水平的 那我可以很容易的定义出来一个破坏面 破坏面里面 在破坏面里面同时达到破坏 也就是说同时达到这个 它的more circle划出来会碰到破坏包落线 那这个时候它的最大阻印力是垂直印力 这个最小阻印力是横向印力 也就是active earth pressure 那根据这样的理论的话呢 我就可以从这个破坏包落线直接找它的 最大阻印力是最大阻印之道之后呢 从它的破坏包落线上 有c' v'我就可以找到我的这个sigma h 在主动的状况下 管它叫sigma a 对不对 那这个整个理论是这样来的 然后推导出来这个ka active earth pressure coefficient 什么推导的 好 那走到这一节的尾巴的时候 它说那怎么办 那如果墙后面是有斜度 管它叫theta 这斜可以朝外面斜 可以朝里面写 但实际上没有人朝内方去写 都朝这边写 那这个填土呢 也有可以是朝上走 也有可以朝下走 也是一样 实际上没有人朝下走 都朝上走 当然这个理论上都可以 要算都可以算 那无论如何呢 这个墙的表面 还是要不能够有摩擦力 一有摩擦力的话呢 这整个硬力的计算 就会发生问题 细节我们不在这个里面讲 当然这个就比那个摸窟窿的 要复杂多了 那这个状况下呢 它的这个主动的吐压力 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计算 而且这个时候的主动吐压力 它已经不是水平方向了 是看你的墙的斜率 还有看你回填的表面的角度 那这里面牵涉了一个Psi Psi还是跟Alpha跟P prime跟Theta之间组合起来 还有一个Beta prime Beta是讲这个主动吐压力 跟这个墙的背面的这个正向之间的这个夹角 那这个公式不需要去背 但是我建议各位还是一样不断的强调 回去试试看 把这些公式打到你的XL里面去 随便丢几个P丢几个Alpha丢几个Theta 来试试看它对你的SigmaA怎么影响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去靠后面的那些表 一大堆表 那个表有很多缺点 一个缺点呢 这个很容易搞错 因为你要输入这么多数字才能找到那里面 找错地方就惨了 如果说要算总共的整个压硬力加起来 总作用力大小是多少 也是一样 可以用这个公式的一个基本的假设 就是说我还是假设这个硬力呢 是随了深度和线性的增加 也就是说这个分布呢 是一个三角形的 所以才可以1 2分之1的γH乘上 这是底嘛 再乘高 高就是H乘上KA 对不对 那刚好是乘上来就变平均了 就变平方了 那KA考虑到回田土的斜角 墙背面的斜角等等 那KA是多少 你会发觉当你把这个参数呢 把Theta设定是0 这个Alpha也设定是0的时候呢 那KA跟前面那个讲的是一模一样 完全没有不同 这也类似的 当你这个Alpha是0 这个就不见了 这个也不见了 那这个角呢 就是4分之π加上2分之这个B' 它的夹角 也就是说破坏面 跟水平之间的夹角 那如果这个墙的背后是垂直的话呢 那你会发觉这个呢 最好是摆在脑筋里面 这一个方向 摆在脑筋里面 后面主动的压力变成集中在一起 变成主动力的时候 所以用大鞋表示 它会跟回填土的表面是平行的 那这个时候呢 原来那个墙的背后有个斜角 Theta就从这个公式里面拿掉了 也是一样 没有必要去背这个公式 你知道有这个公式就好了 这给你一个感觉 所以在电脑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呢 你要去找这个ka 就要用这个表 这个是alpha 这是phi' 这个ka是多少 等等 那前面我这个都讲过了 我再很快复习各位 这个为什么c' 我说这个c'呢 讲这个英文讲 too good to be true 有个东西如果是呈现出来是太好的话呢 大概不是真的 就比方说 他也说了 这个ranking也有推导 当土壤里面有c'的时候呢 你的ka就变成好大一个公式了 这么大一个公式 这里面还有这个 包括一个这个Omega 这里面还有一个c' 那结果呢 你会把这些数字丢进去的话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ka 那这里面也有一个 depth tensor crack 这个depth tensor crack 跟前面的一模一样 即使有c有phi的时候呢 这个跟前面讲的这个 这个就是ka的反过来 依处和ka的开根号 因为只要有c'呢 就会有tension crack 对吧 我说这个c'为什么不能够随便用 当你有这个c' c'变大的时候 他当然用c'处以gamma z 把这个单位消掉了 你看看 ka变成负的 k'变成负的表什么意思 这个不但没有土压力 还有土吸力 这个土 这个盖一个墙的话 土会把墙吸住 不但不会把墙力量加到墙上去 还要把墙吸住 那这样子我要叫墙干什么 我挖去就行了 对不对 那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第一个呢 你要先有把握c'是存在的 而且不是在我挖的那刹那存在 挖完了之后 整个工作期间都存在 这个在自然界并不多了 所以这个课本这个作者 没有去提这些东西 真的是很危险的 这个 但是呢 从理论上来讲 我如果不去管这些东西 直接去按照理论去推 就会跑出一个负的ka出来 我不太愿意讲这些表 但这个东西非讲不可 而且要注意加一个重点 这种东西不能随便用 不能随便用 说不定为了确定各位了解这一点 我们考试考一考比较好 有个负的 然后让你评论一下 你还说 算出来这个就这样了 那我们就要考虑了 好了 这个例题我们上次也讲过了 但是也很快讲过去 refer to retaining wall 图7.9 backfields granule of soil 这个意思就是说C'是0了 那么高度h是10英尺 这个英字的 θ是10度 alpha是15度 p35度 gamma是这么多 那么这个 determining ranking active force 力量 所以是大写的 这个pa是等于多少 那根据他所给的这个theta alpha 这个跟phi'去找这个k 但找k的过程中需要这个psi 这个参数通通都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找到这个k 是吧 k输入进去2分之1 这整个计算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然后呢 我们也假设这个吐压力是一个线性 所以线性增加 所以它的作用点就是从底下算下来 高度的三分之一 是吧 三角形的重心 这个作者在这个部分犯了不少的错误 图又搞错了 这个书本更新的时候 忘了把你们的这个图的编号更新了 单位也忘了更新了 它说一个retaining wall 7.11 高度7.5米 gamma18 f'20度 c' 这现在又有c又v了 alpha等于10度 calculate the ranking active force pa per unit length of the wall location 找出它的这个合力的作用点 那这个也打错了 这个不是这样 就是这个tension crack 那考虑这个tension crack 已经发生以后的时候 最起码这一个题目呢 立体还比较合理的 这个如果说你有c' 这个tension crack的发生迟早的事情 因为土壤没有张力强度了 短时间之内 可能是有一个土壤是非饱和 它有些吸力把它吸住 这个时间一久就会裂开 所以我上次有讲过 当你看到地里面有裂缝的时候呢 你的直觉 这个是坏消息 表示这里面 原来是可以帮你把土拉住的 现在拉不住的 现在裂开来了 不但拉不住 这裂缝里面还会积水 还会给你加水压 那这个水的k是1嘛 对不对 k0,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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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都一样 因为它没有强度 那当然好处是 当这个tension crack发生以后 能够产生土压力就只有下面这一段 那这个力量 当然如果你把这个tension的部分 也把它算进去的话呢 那会减掉你的土压力 就变得很小的一个数字 那这样子的话就非常危险了 你会认为这个土压力小到不得了 我們按照他講的 Tension Crack已經發生了 Tension Crack的深度 這個前面講過 2C'γ除上Ka的開根號 這個是Ka的反過來 好了 那我們這個算出來 用C'除以γz 是要找進入那個表 如果各位還記得這個表的話 在有C有V的狀況下 你要找這個Ka的話 就用C'除以γz 他說這樣子的話 這個Ka是0.377 還好 但你會發現 C'比較大的時候 Ka會變負 整個牆都沒有吐壓力 反正你這個Ka出來之後 剩下來就好辦 這個是最底下的數字 當然你現在因為Tension Crack 不能算到整個牆高了 要在Tension Crack底下的這一部分 把牆高的一部分 減去它的Tension Crack的深度 全部是7.5米的 減掉上面的2.14米 就是你這個剩下來的高度 那你最底下的這個主動壓力 是這麼多 是γz乘上Ka的cosα 因為你這個 吐壓力跟表面是平行的 所以你要把它算成水平的 所以整個的 這個總共的力量加起來 1 2 底乘以高 底下是50.1 高度就剩下來的這個高度 7.5-2.14 這個剩下來就蠻簡單的 這是一些很簡單的算術 那這個是Ranking 事實上我們上次已經講到這邊了 那我們今天剩下來的時間 主要是講這個 另外一個觀念 事實上 Ranking的觀念 雖然是1857年提出來的 雖然說這個不是講的一些數字 不是講公式 講的一些歷史 你要了解一下 這個多多少少總希望這個 我們這個200年後 回過頭來看 說不定我們交大的同學 畢業生有發展出來一些偉大的理論 將來200年後的課本會用 什麼張啊黃啊對不對 李啊等等的 是不是這樣的 不要老是用一些西方人的名字 對不對 了解一下人家怎麼提出來的 你看Ranking的理論 是1857年提出來的 他是用硬力作為基礎來討論 主動塗壓力 被動塗壓力 Kulong是什麼時候呢 Kulong是1776年 比他早了將近100年 那你後面會了解 慢慢去了解以後 你發覺Kulong的方法 比Ranking還要好呢 比他早了100年之後 比他還要好 所以要我的話 如果我要重新編排這個書的話 我會把Kulong擺在前面 Ranking擺在後面講 因為不好用了 Ranking的方法 一講到硬力 能夠用一大堆限制 強又不可以摩擦力 等一下還有多了 其他東西不能用 所以你會發覺一些 比較複雜的應用 都還是用Kulong 你看 人家比你還早100年 比你還更好用 這你要去思考了 怎麼那麼厲害 Kulong聽說了 根據歷史的敘述 是一個天才人物 他發明這些理論的時候 大概跟各位現在同樣的年紀了 差不多就是現在的年紀了 1776年的時候 已經慢慢慢慢有 現代戰爭的這種形式已經跑出來了 就不再是 當然還是用弓箭刀 還是有了 我不知道土槍有沒有 那時候土槍說不定也有了 應該是有了 就是那個 塞這個炸藥進去 弄個彈珠 這個 這個 據歷史上的敘述 Kulong發表的這個方法 是怎麼來的呢 是他相當於當軍人 伏兵役 在那個時代 為了要 這個防衛起艦 挖戰壕 這個防止對方的箭 或者槍打過來 打到這個軍人 那所以很多軍人 不是被對方的子彈打死 或劍射死 是被自己的戰壕垮掉 就好像我們現在山崩 把人壓在裡面 戰壕挖太深了 戰壕安全 要挖深一點了 在裡面可以直的跑 不要弯的腰的跑 對不對 結果戰壕挖太深了 就把人給挖 這個 壓死掉了 所以Kulong在伏兵役的時候 他的長官就跟他講 你的任務 給我想出個方法來 怎麼樣讓這個戰壕不要垮 對不對 最起碼這個軍人 這個上戰場 是英勇被敵人 打死還這個很光榮 結果被自己的戰壕壓死 多難看了 對不對 合不合理 問題就來了 把你擺在1776年的時候 對不對 就將近300多年前 是吧 的時候怎麼辦 那 在那個時代的 這個硬力的觀念還沒有誕生 所以他用的是力量 用Force來計算 Force 各位 這個電腦打開裡面那個桌布 就是牛頓的家 我不曉得各位注意到有沒有 那張照片 是牛頓的家 兩年前去牛頓的家去拜訪一下 結果沒有被蘋果砸到 所以還是一樣笨 這個 用力量的觀念來解決這個問題 怎麼樣從力量的觀念來看 戰壕挖下去挖多深會垮 或者是我要它不垮 要怎麼去支撐 要多少力量去撐住它 結果不會垮 這厲害了 那即使在比ranking 找了將近一百年的時候呢 它的方法就可以考慮 牆跟土之間的摩擦力 那你好好去思考一些這些東西呢 事實上都非常簡單 你各位呢 你在應用力學裡面都學過了 重點就是說 他知道怎麼把它應用出來 你會發覺為什麼 我們現在強調很多事情要創意 不在於你會導很多很複雜的公式 在於你怎麼樣會應用你既有的一些 一些理論一些方法 好我們來看 你看它很簡單的就可以考慮到 牆跟土之間的摩擦力 很簡單的就可以考慮到 這個牆的本身還可以是斜的 後面回天土也是斜的 後面還更精彩 後面還可以考慮地震力 那這個方法非常簡單 他說好 你現在這是一個牆 當然這是可以是一個擋土牆 也可以是站好裡面的牆 那這是你後面土 那是可以斜的也可以 甚至一步規則都沒關係 那為了解釋起見 我們先把它簡化成一個直線 一個斜的潑面 那他說啊 我不曉得這個到時候 這個牆垮下來的時候 這個到底這個土是怎麼壞的 沒關係 我假設一大堆可能的破壞面 也是一樣 這個為了計算簡便起見 我先假設這些破壞面都直線 先不要弄太複雜 到底是直線跟不是直線有什麼不同 我們會有時間再來討論一下 最起碼呢 1776年的時候呢 他說好 我先假設它是直線 所以即使在1776年沒有電腦的時候 它用個筆用個子 我不曉得那個時候有沒有計算尺 連計算尺都沒有 都可以算 比較慢一點就是了 就是說我假設這個牆也是一樣 假設在主動狀況下破壞的時候呢 比方說這個牆的這個有旋轉 然後旋轉了 朝這個歷時針方向旋轉 就是遠離土壤的方向旋轉 這個橫向土壤越來越小 但是還是回過回來 那個時候講這個力量沒有硬力了 那我不曉得它這個地裡面的破壞面 到底在什麼地方 沒關係我試一大堆 每試一個破壞面呢 我就可以對應計算 這個牆受了多少力量 那這個牆到底受多少力量呢 全部呢全部靠力的平衡就可以算了 你在大一的應用力學就已經學過了 你把它切成一條線之後呢 這個這個三角塊裡面呢 圖有多重 這有辦法算出來對不對 你只要知道它的面積 乘上單位厚 我現在所有的計算 都是針對單位的牆的厚度 乘上土壤的單位重就是W 那這個PA呢 我知道這個主動土壓力呢 你看這個時候已經考慮到 牆跟土壤之間有個摩擦力 所以這個PA呢 不會是跟這個牆的表面垂直的 而是跟它垂直線之間有個夾角 這個夾角是delta prime 就是摩擦角 牆跟土壤之間的摩擦角 通常這個摩擦角 delta prime呢 是突然摩擦角本身的一部分 大概是三分之二左右 到二分之一左右 所以這方向也有 也就是說我W呢 是知道大小跟方向 我切個三角形就知道 就知道這個大小多少 方向多少 PA呢 多少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它的方向應該是這個 跟這個牆表面垂直線之間的夾角 delta prime r呢 也知道方向 這個r呢 這個是土壤對土壤 所以之間跟這個破壞面垂直線之間 一定是個b prime的夾角 兩個量 另外兩個量 我只要知道方向 不知道大小沒關係 有一個知道方向跟大小 你整個的這個三角形是閉合的 要達到平衡一定是閉合 對不對 根據我們在這個應用力學裡面所學的 我就可以把PA跟R就算出來了 只不過我不曉得 這個是不是真的破壞了 我只隨便切一個線 所以沒關係 我切一大堆 然後每切一個角度呢 我就來比對一下 我認定這裡面呢 最大的那個 也就是說 當這裡面這個 這個牆要垮的時候呢 這個 土壤會對它的 這個推力呢 絕對不會比我算的這個更大 因為我切了這麼多 以後這裡面最大值就是它嘛 合不合理 也就是說 我要 做一個結構去擋這個戰壕 讓它不要垮的話呢 我只要把這裡面所有 可能發生的最大的力量把它擋住 那就不會垮了 其他的各個可能的破壞面角度 都比它低啊 合不合理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主動 從 土力 而不是土壓力 它直接算的是力量 從力量呢 那反過來 如果力量這麼大呢 我 我再認定它這個壓力呢 是線性的增加 那是二分之一 γH平方 就等於我算的PA嘛 對不對 那反過來 這個再算這個 土壓力系數 所以它是 當然這個 這個後面 這個土壓力系數這些東西 都是後人加進去的 它當時的算法 就是算這個PA 就是這個PA的最大值 如此而已 事實上 對我們這個 這個擋土結構來講 我反正就算你 給我壓力 我最終真的設計 還在用的是力量 所以這個 1776年 就是用這個簡單的觀念 就把它解決出來了 就算出來了 當然 如果說你再要用更精彩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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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數學丟進去 你把它給一個角度 把它整個數學的把它導出來 這個W跟你的夾角之間關係 然後來一個微分 微分等於0的時候 就是就是你這個 這個PA 最大的那一值 對不對 就回到牛頓了 牛頓是16多少年 這個這個大概 就是 窟窿在牛頓的後面 100年左右 發展出這些東西出來 這個 牛頓是一個極端聰明的人 在這個 微分不是他發明的 積分是他發明的 不相信各位有機會 後面看看 我那個電腦裡面的這個桌布 在他的房子裡面 一進大門的這個 左右上面 就兩個積分的符號 這個 他不但發明了牛頓 這個外有引力的 還有積分 還有呢 光學 他的入門的地方 有一個鄰近 這個太陽外面照應器 到他房間裡面 就會有散開來 這個紅色黃泥黃藍地質等等 所以光學 他也有奢路 不得了的一個人物 好了 那明白 這個是另外一個也不得了的人物 庫隆 當然沒有牛頓這麼偉大 但是也不錯了 從這個力學的觀點 就把一個很複雜的問題解決掉 比ranking厲害太多了 那你到後面會發現更厲害 這個應用非常方便 為什麼 根本 你這個後面 填土是斜的 是平的 這個後面這個擋土牆 是斜的 是直的 是有沒有摩擦力 都沒有關係 反正我都算力的平衡 對不對 有斜的話 這個跟我的W的大小有改變 對不對 那這個有沒有摩擦力 跟我的PA的方向有一點關係 如此而已 最後通通都考慮在裡面 沒有微積分的觀念 這時候呢 最起碼我隨便 這個多畫幾個 算裡面最大值 有微積分的話 你把這個 把這所有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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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算 W跟這個裡面的形狀 幾何形狀 跟這個θ1 這個關係把它把它導出來 然後這個這個你的PA 對θ1做一個微分 當它微分等於0的時候 你的PA理論上就是最大值 對不對 是微積分告訴我的 好了 這樣的話 就可以算出來 就以它最大的PA值呢 作為主動土力量 而不是土壓力 所以ranking的 coulomb的方法呢 最直接的結果 是一個PA值 然後呢 我在假設這個這個 這個土壓力 是一個線性的這個 隨身度而增加 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土的力量 就應該等於2分之1 γH平方的KA 對不對 這個H強的高度 那就反算出來 KA等於多少 如此而已 所以這是你的數字 那事實上 這裡面你的c'是等於0 不等於0 都好辦 反正這個 反正就是力量 你不管怎麼樣 都是把這個三角形呢 這三個力量 要成一個閉合的三角形 才能夠達到力量的平衡 從力量的平衡 來算PA 好 所以KA呢 是從這個力量反推回來的 所以很顯然的 你回去會比較一下看看 這個KA呢 公式跟那個 ranking 不太一樣喔 算出來結果會不太一樣喔 大大小小 有時候高有時候低 這無所謂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這兩個都是一個約略的看法 約略的看法 沒有什麼絕對的對 絕對的錯 絕對來講 兩個都不對 所以這個 差不多就好了 好 KA 那麼另外一個 這個是 delta就是說 我既然窟窿的方法 很容易就思考 土壤 跟擋土壤 牆之間的一個摩擦角 對啊 那剩下的就是說 這個delta prime應該是多少 也就是說 這個摩擦角應該是多少 delta prime 那我說 一般來講 大概等於這個 是摩擦角的三分之二 那 而且呢 這個是我假設的 所得到的結論 我 我事實上只有算一個PA 這個 但是我必須假設 這個牆有這麼高啦 我到底它作用在什麼地方呢 好了 就假設它這個 這個 橫向土壤底隨深度而線性的增加好了 那 的確根據後來的研究也差不多是如此 所以它就應該作用在 牆的底部算出來高度三分之一的地方 那 那這個Curve裡面有列了一些表 這個一樣 Ka 這麼多 這麼大個公式 這裡面考慮到beta 就這個角度 假角 這個牆可以是 如果是垂直的話 beta等於90度 那這個p prime 當然是土壤的摩擦角 那還有delta prime 就是這個牆跟土這些摩擦力 還有alpha 還有這個斜角 對 回填土的斜角等等 你會發覺有一樣事情 有一件事情 我不能講 ranking都是不好的 這個窟窿的方法 就沒有辦法 看那個tension curve 我只有一個pa 這個pa裡面 這個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c prime如果不是0的時候 你通通埋在裡面 你也不會看不出來什麼量是負的 什麼量是正的 你只有一個pa 所以這個是比較不好的地方 必須不能 必須這個 必須要公平的來做個評論 這個ranking的方法呢 告訴我這個 有c prime的時候呢 它的缺點在什麼地方 會產生一個tension crack 會有個地方是negative的這個earth pressure 土阿里變富了 但是這個窟窿反正就給你一個pa 什麼地方政府反而加起來這麼多就對了 好了 那這裡面考慮到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要在ranking的理論裡面 要加入這個surch charge 就是說我在這個擋土牆的後面呢 講到窟窿的年代呢 說不定堆了很多彈藥也不一定 這個是窄窿嘛 那這個對擋土牆又有什麼影響 那你從力量的觀點來講的話 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這個課本上已經把它簡化了 你還是要從這個ranking 這個庫隆的方法單獨來推 把這個裡面加到你的double裡面去 也可以 那它這邊比較賴皮了 就是說 如果說這個後面的surch charge呢 是covers a large area 就是這個寬度很寬很寬 都加了一個surch charge 單位面積Q的力量加在地表 也就是說它在地裡面的 垂直引力的增量呢 不會隨著深度而降 有很明顯的降低 因為它這個範圍太大了 我講那個boosterness的時候 接近於基礎的底部的時候呢 我的這個influence factor是幾乎是1嘛 也就是百分之百沒有降低的 那也就是說 我在 隨著這個強的 因為受surch charge的影響呢 它不會隨著深度而降低 所以有這個surch charge 對我的這個 垂直引力的增量呢 是一個常數 不會降低 水平的硬力呢 這當然只是垂直引力乘上一個ka嘛 所以乘上來的話呢 也沒什麼改變 就是這樣一個 相當於一個長方形的這個 塗壓鏈的分布 那這個ka呢 這個量呢 等於是ka乘上一個q 乘上這個sine平方β等等 這是考慮到強的這個斜角啊 這個 灰天土的斜角 那 這個呢 是ka 這個 gamma sinβ 這個是 隨著深度而增加 就是土壓力 隨著深度而增加的這個 增量 好 好 那 所以在coulomb的這個 這個 方法裡面 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把這個 地表上另外還有再 額外加載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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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因素呢 很容易就把它擺進去了 好 那 這個這個這個部分呢 我就覺得沒有必要了 他說如果說你要把這兩個 全部整在一起來看的話呢 可以用一個equivalent的這個density 或者unior weight 這個equivalent就把這個 事實上 原來是兩個相加的 原來就是兩個相加的 一個是長方形的 一個是隨身 因為這長方形的 這個面積度是很大很大 很大的一個面積在地表 都有受窄的話呢 它的這個 這個橫向的這個這個 這個硬力的增加量 就是這個 這個裡面推倒 我就不在裡面倒了 就是這個這個 這個是q呢 乘上一個sine平方的β等等 相當於這個這個 這個垂直引力的增量 再乘上一個ka 就是這個橫向的引力 那 這個是原始的 因為這個土壤的這個重量 越重 越深的時候 垂直引力增加越大 乘上一個ka 乘上一個sine beta 好 那 這個只是把這兩個的因素 統統都在一起 我用一個equivalent 否則的話呢 你沉進去呢 剛好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好了 那如此而已 這樣子方便我們計算 他說這樣子 這個這個 來方便我們計算 這個橫向的土壓力 好 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用窟窿的理論 所以窟窿的理論 我們講了半天 只是一個我們在大一的時候 應用力學已經學過的東西 把它應用在一個很像土壓力的問題上 如此而已 然後把微積分的觀念用出來 所以你看 微積分的觀念也用 這個 應用力學的觀念也用 好 I consider retaining wash on figures 7.12a 就這個 Given h 等於4.6米 unit weight是16.5 Angle friction 30度 Wall friction delta prime是3分之2v prime Soil呢 是c prime等於0 alpha等於0 beta等於90 這個垂直了 那麼 Calculate the Coulomb's active force per unit length of the wall 我再強調了 講到力量的時候呢 你要用大寫的符號代表 所以你看 這個課本最起碼 這書上還蠻嚴謹的 我也跟各位講過 考試的時候 就算你數字是對的 你該用大寫的時候 你用小寫表示 照樣要扣分 這我已經跟助教講過了 這個觀念從現在就要養成了 因為太多太多 工程上不幸的事情 就是這樣發生了 這邊原來想的 因你後來變力量 搞亂掉了 這個 你現在就開始養成這個習慣 就不會發生這些錯誤 好了 那整個的觀念 你可以從0開始 你不要去找它的公式 從0開始 直接從這個 從這個力的平衡來算 都可以 切一大堆 這個直線 那不是直線怎麼辦 為什麼一定要是直線 這個我們後面再討論 你先從最簡單的開始來看 如果說我切直線的話 那你大堆三角形 對不對 那只要三角形的面積知道了 我就可以算出W 來 面積乘上單位的厚度就體積了 乘上水 你裡面每一個邊的大小跟方向都會知道 那我試不同的角度 你從這個表來看 α等於0度 β等於90 等等 你把這個ka 就是超這公式了 這個表7.4就是把這個公式擺進去了 算出來這個ka是0.297 所以pa等於等等 如此而已 這個計算起來並不是那麼困難 好 再來看 這個是有 surcharge的狀況下 那麼 h等於6.1米 φ30度 delta是20度 α25度 β等等 Determine Coulomb's active force for the location of the line of action of the resultant 那這個更直接了當 他就直接把這個公式帶進去了 反正這個 所有的這個α、β知道了之後 ka就知道 表7.4 那麼這個時候 用這個公式裡面有γ 跟這個surch charge的影響 兩個加進去 這個直接就帶進去了 這個 這個 這個算出來 這個 連surch charge對土壓力的 還有土壓力的 橫向的這個力量 總和是多少 那麼 重點在這邊 一個是長方形的分布 一個是三角形的分布 長方形的話呢 它作用力呢 在長方形的中間 對不對 三角形的話 是三角形的底部的三分之一算過來 所以它作用點在哪裡呢 要分兩個方形 兩個部門來算它的moment 對不對 所以這個面積乘上它的2分 高度的2分之1 這個面積乘上高度的3分之1 3分之1h 2分之1h 全部加起來moment 除以總力量 PA 328 就是它的作用點 來 作用點在離底部上來2.68米的 等等 那這個是整個的計算 好